发生冲突的地点是在北港的民族路和义民路口 几名男子当街挥拳 一旁的民众拼命把他们拉开场面火爆 北港毛组绕境 一格花车游行沿路抛洒平安小屋 民众为了争想爆发肢体冲突 现场还传出有人流血 不过双方最后是被警方劝离都没有报案 几乎在同时 北港圆环附近有民众口角爆发纠纷 警方到场喷辣椒水控制闹事的男子 男子眼睛痛得睁不开 蹲坐在地上 突然被拉过 一群人拉过来这样 突然就一群警察围过来 围过去 那个有一个先生那个是怎么样 他就是合罪 合罪喔 发现一名男子以酒醉有知识之余 更与警方查证身份过程中不配额外 且有推及情形 所以规定使用防护型喷雾剂制止 并压制器验 除了整体冲突还有突发火警 一色绕近鞭炮的火花 造成神坛起火 当时神坛内窜出火光 民众还以为是发炉了 后来看到神坛火势越来越大 大家才知道不妙 赶紧把神像移开 七手八脚帮忙消防队拉水线灭火 还好神坛只有小部分烧毁虚惊一场 今年北港马祖绕境正逢假日 参加的民众相当多 但各种突发状况已让警消疲于奔命 华尔新华主席杨醉吴建宏云林报道